看起来轻轻的 不想要那么重 看起来轻轻的 不想要那么重 杰林还去系林园 看来得叫赵子墨过来呢 喂 你身体还好吗 你特地排在我房间 就是为了问我这些问题 那就关心关心你 祝你才远广进 你今天好奇怪 不过我觉得蛮可爱的 对 你找我 只是想谢谢你昨晚的关心 我很开心 应该的 晚安 坦白说 你有想过要跟赵子墨分手吗 分手 应该还不至于吧 是吗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要喝那么多酒 喝到不行人事 如果不是你很烦很痛苦的话 你有必要这样吗 一段感情 让你这么伤神 你觉得还要维持吗 可能 我们 还在磨合期啊 丁琴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身体不舒服吗 我昨天不小心跟苏菲亚喝太多了 所以就睡过头了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了吗 可能我最近心情不太好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喝了一些酒 为什么 这很不像你 好像跟你谈恋爱以后 我变得很不像自己 我似乎 让你觉得很难受是吗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很幸福 可是我 也很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男朋友 会不会突然跑不见了 这种事情 我经历一次就好了 我想再经历第二次 我想要你诚实告诉我 不能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身为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信任我 尊重我 而且我也有立场知道 我不想到哪一天 我的男朋友突然不见了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抱歉 我现在没有办法 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 我们可能真的只适合 当朋友跟同事 不适合当男人朋友 我投意 我投意 或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投意 好 趙思默跟夏天晴 已經分手了 他一定是喜歡你 才會變成那麼笨的理由 趁機要接近你 你要把握機會啊